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行的不便 在这儿也祝各位出行的朋友一路平安哦 在车里就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小方 上车启动打开收音机 或者用手机连上你的车仔蓝牙 在小小的车厢尽情跟着我们的节奏和音乐一起通行 我是主持人小方 欢迎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以下时间的节目 娱乐秀每天下午的五点就在这里 今天要来关注几位明星的最近的一些动态情况 赵露丝发布了他的一组生日写真招 我个人觉得这次的造型不是很适合他 赵露丝身穿白色连衣裙 手拿羽毛 但是脸上画着一些碎钻的妆容 显得脏兮兮的 不过好像也是营造一种不识人间烟火的感觉哦 近日 纳扎工作室发布了他一组猫女的造型图 身穿黑色的景深衣 然后脸上戴着一个面具感觉性感舞昧中有一丝神秘感 张静怡这位年轻人员工作室也发布了他的写真照 身穿粉墨色的抹胸脱尾裙显得明艳大气 这也是他最近参加一个品牌活动式的造型 每到年末的最后两个月 好多明星都会忙碌起玩 因为有好多的活动啊晚会啊或者颁奖啊什么都扎堆在这个时期举办 像是最近举办的卡迪亚高级珠宝晚宴就是群星璀璨 想来低调的李健也是惊喜亮相 自带乐队在那场演唱了传奇还有风吹麦浪 哇这些经典作品啊另外演员宋家当天身穿一件修身的黑色露尖的鱼尾礼服 然后搭配了一套翡翠绿的珠宝 哇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顶得起来的 而除了身材够好之外宋家的魅力也是源自于他极具辨识度的骨像 而更厉害的还有巩力的造型一如既往的霸气 全黑色的穿搭透露它的冷艳贵气 脖子上的那个珠宝是有好多颗尺寸不一的棱形的钻石 然后镶嵌在祖母绿铺就成的鳄鱼的背部 营造出一种鳞片的感觉 然后缠绕在巩力的脖子上 而那种蓬勃而出的生命力和独树一致的个性 被巩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11月11号 双十一也是好莱坞一哥 莱安纳多迪卡普里奥的50岁生日 小李子也到50了 而小李子据说提前一天是在洛杉矶的一个豪宅 举办了一场生日晚宴 无数的一线明星都到场为他庆生 包括60岁的布拉德·匹特 带着小27岁的新女友伊内斯·德·拉蒙 还有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和水果姐 凯蒂·佩里一起亮相 另外还有导演斯皮尔伯格 帕里斯·希尔顿 以及珠宝设计师詹妮佛·麦耶等等 同样11号 演员胡君的妻子卢芳也迎来他的生日 当天胡君也设了一个宴席 给他庆生一家四口温馨亮相 胡君还让人给卢芳画了一副肖像画 画像上面带着皇冠的女主人 显得特别优雅 稳重的气质非常出众 仔细看画像上面有惊喜 那就是胡君买了一条钻石项链 应该就是生日礼物吧 他就那么放在这个皇冠的正中间 挂在那个画上面 而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只是画在上面的 卢芳当天身穿黑色长款的女子外套 搭配卡奇色的T-shirt 整体造型非常低调 而旁边16岁的他们的儿子康康 哇真的越来越帅了 五官很像胡君和卢芳的结合体 也是完美的遗传到了父母的好基因 而且和父亲这个胡君一样 都属于那种外形和阳刚 浑身散发着男性荷尔蒙的气息 而这边另外一位也是很有阳刚气的演员 邵斌的儿子 邵子恒 他是北京人2004年出生 在SM当了四年半的练习生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正式出道 所以目前他参加了星光闪耀的少年 这个综艺节目 但因为其高颜值而获得不少的人气 大家都说 邵斌的儿子都出道了 不过昨天 星光闪耀的少年的选手 邵斌的儿子 就是邵子恒的疑似女友 在网上晒出了两人的短信截图 以及支付宝实名认证的录屏 还喊话粉丝们不要再来打扰 引发了邵子恒恋爱他方的猜测 还没出道就要被毁于一旦吗 难道 而说到八卦 上周节目中 我们就聊到黄小敏和女友叶柯的事情 当时是有人爆料 说叶柯已经怀孕了 然后黄小敏也去陪叶柯做过产检 但是现在叶柯向黄小敏索取 2.7亿的抚养费 好像是黄小敏要跟他分手 所以两人因此处于冷战和分手的边缘 还说黄小敏疑似陷入了 叶柯所布局的杀猪盘中 而就在昨天 叶柯在微博中发布了一篇长文 他正面回应了 网上有关他的各种传闻 包括民怨 培训班 天价抚养费 还有和前夫的一些爱恨情仇等等问题 同时他也表示对自己过往的言论 进行过反思 然后最后他说 近日感到身体不适 同时为了家人决定退出网络 叶柯这个人据了解 在直播中 就是对外的一些出现当中 言论一直是口遮拦 从最初的什么品鉴蛋糕 到肆意的评论 五百的演唱 都是让他的口碑一路下滑 所以当他发布这份 所谓的退网声明的时候 好像在澄清一些谣言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他咎由自取 也可能是黄小敏给了叶柯一些压力 希望他不要再在网络上 引发一些不好的讨论 再说再解释都只是抹黑 从而也会影响黄小敏的公众形象 不过到目前为止 黄小敏本人还没有任何的表态 而且他官宣的那个在一起的 那个微博还依然保留着 所以两人目前的真实的恋情状态 还真是不好猜啊 好了散会 吃瓜群众对于这样的八卦 也只是看看而已 继续回来娱乐秀 music show 今天要介绍一位台湾的 久违的女歌手戴佩妮 戴佩妮最近在台湾的 双生火焰演唱会上 透露说 困扰自己许久的悬晕症 已经康复了 他介绍说 在三年前的时候 当时他发生了耳食脱落的情况 当时在房间里就是一下子 头晕目眩 连续五天都觉得是这样转转转 站都站不稳 后来去检查才得知是耳食脱落症 然后在这三年里发作过三次 平时坐飞机演出 好像也不受影响 但是大幅度动头的时候就要小心 而且一旦脱落就要去找医师 帮助耳食复卫 据说她的自己的姐姐和哥哥 同样也是受此困扰 带佩妮还自嘲说 难不成这是我家遗传的吗 不过现在治好了 也算是不错的 这看似很小的一个毛病 但真的很难受 而站在2024年的年末 和初到24周年的一个重要的 这么一个节点 带佩妮怀抱着充满灵性的概念 带领我们开启一段神秘而浪漫的音乐旅程 是的 刚才我介绍 她的双生火焰演唱会在台湾举行 而这也是她的第14章 个人概念专辑的名字 双生火焰 Twin Flame 里面一共收录了12首重制之前 为其他歌手所创作的歌曲 包括彭佳慧的说实话 梁文英的可以不爱了 徐光汉 别再想见我等等 再加上一首全新的同名单曲 双生火焰 在这里出道24年的戴佩妮 为你带来最新的歌曲 双生火焰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那是我今香的灵魂吗 总是翻映出熟悉的想法 莫名又复杂 害怕 害怕 但爱是忍不住一起挽转 没分为二的决定在谁哪儿 想爱想傻都注定要牵挂 我们就像是双生火焰 关系忽生忽谦 所谓谋面却早解释的缘 又数不尽的重点 感性重播了我的方线 若寂若历的想念 像忽然划破我暗夜的一道闪电 美好有了七十点 啊 就会带来一阵风吗 总是交火着捞软了步伐 刺激又疲乏挣扎 该不该继续和命运对答 而何唯一的默契该忘闹 你问你答都无条件线啊 我们就像是双生火焰 关系忽生忽谦 所谓谋面却早解释的缘 又数不尽的重点 感性重播了我的方线 若寂若历的想念 像忽然划破我暗夜的一道闪电 美好有了七十点 早初听会有变化 此来的不算尴尬 明白了若多少缺 也不觉尽压 谁就遇见了双生火焰 关系就得匪浅 又像填补彼此心中的缺 也算如我们所愿 理智限制了我的底线 明明明还长要缺 就突然一眼 之间都学会了沮念 甚至没必要有听随点 嗚 茶盖色的火焰 千诚万确的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疯狂动物城2》当中继续扮演夏棋阳 而且这次这个夏棋阳会有新的面貌 新的歌曲和新的舞步 除了兔朱迪 胡尼克之外 第一部里面的大先生 闪电树兰等经典角色也会回归 而且还会有一大堆的新动物光临动物城 续集的新演员包括关继威所现身的蛇家里 这条蛇被描述为令人毛骨悚然滑溜溜的剧毒的毒蛇 而喜剧演员福琼·费姆斯特则扮演尼布尔斯 这是一只触犯了法律的海狸 除此之外还有海豹 河马 海狮等新角色都会亮相 官方的剧情介绍是影片讲述了勇敢的兔子警官 朱迪·霍普斯和搭档狐狸尼克·王尔德 再度联手破获一桩新案件 而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危险和最复杂的案件 目前动画电影《疯狂动物乘2》已经订党 明年的11月26号北美上映 娱乐秀要来介绍的就是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最新的神秘新片 据说演员阵容又追加了一些有名的明星 像安妮·海瑟威和赞达亚都将加盟 之前已经公布的是马特达蒙 以及荷兰蒂 汤姆·赫兰德 而这是安妮·海瑟威和诺兰的第三次重剧 之前他们曾在2012年的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还有2014年的《太空史诗》作品《星际穿越》中合作过 而今年的早些时候 安妮在公开场合采访的时候 曾经对诺兰导演表示过感谢 说她因为在《悲惨世界》获得奥斯卡奖之后 网上掀起了一些仇恨的浪潮 而当时诺兰就还是让她出演《星际穿越》 安妮就说很多人不愿意给我角色 因为他们担心我的身份 在网上会变得多么恶劣 但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是我的天使 他不介意这些给了我一个最美丽的角色 而这也是我参与过的最好的电影之一 如果他当时没有支持我 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半途而飞 但实际上现在并没有 而演员赞达亚这次也是跟随了男友 荷兰蒂的脚步 选择首次和这位知名导演来合作 赞达亚今年出演了最火的两部电影 《挑战者》和《沙丘2》 目前正在和罗伯特帕丁森 一起拍摄一部叫戏剧 而赞达亚和荷兰蒂这对好莱坞爱旅 除了会一同出演诺兰的这部新片之外 还有望继续出演《蜘蛛侠4》 因为荷兰蒂已经确认了会继续演彼得帕克 但还不清楚赞达亚饰演的这个MG 是否会回归 回到诺兰的这部神秘的新电影当中 据说和诺兰以往的项目一样 片名剧情等等一些细节 目前都是严格保密 已知的消息就是诺兰正在创作剧本 不过也有小小的爆料出来说 这将是一部有关20世纪20年代吸血鬼的恐怖片 哦天哪 怎么又是恐怖片 据了解该项目已经全面启动 也许后续还会吸引一些一线的演员加盟 预计明年的年初就开拍 克里斯托弗诺兰也将再度和环球影业携手 目前定档是2026年7月17号 以IMAX制式在北美推出这部新作 哇 有这么多大牌明星的加盟 然后又搞得神神秘秘的 诺兰的作品总是会将人们的期待值拉满 那我们就静后佳音吧 每天的娱乐秀你会期待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芳 也欢迎继续关注我们频率 稍后播出的新闻快车道节目哦 我们明天再会咯 See you 你 你是一株讨厌阳光的向日葵 生长在无边的漆黑 你是一株讨厌阳光的向日葵 是一株讨厌阳光的向日葵 却被你心中的乌云当下 隐天的向日葵 在你眼中绽放颓废 是一核讨厌阳光的向日葵 云后晚淡的美是不自量力的狼狈 你一生的灰黑 你一生的灰黑 没阳光却很美 所以我是那是那是那被拒绝的虚伪 你是一株讨厌阳光的向日葵 生长在无边的漆黑 你是一株讨厌阳光的相日葵 凋零着自己的花蕊 爱上黑暗的你不再想要阳光 我静静照耀想吻满你的花香 却被你心中的乌云挡下 阴天的相日葵 在你眼中绽放颓废 云和晚淡的你 是不自量力的狼狈 你一生的灰黑 没阳光却很美 我是那是那是那 比拒绝的虚伪 明天的相日葵 在你眼中绽放颓废 云和晚淡的你 是不自量力的狼狈 你一生的灰黑 没阳光却很美 我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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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